什么是普通模具呢 普通模具是由结合剂和模料 经过混合压制烧结而成 具有一定形状和磨削能力的磨削工具 根据其外观形态和用途 普通模具可以做成的有 沙纹 磨头 磨片 七颗片 超光轮 油石 沙瓦等等 像这个白色的是白钢玉沙纹 像这个眉红色的磨头 就是葛钢玉磨头 这个双面油石 这一面属于松钢玉 这一面它是白钢玉和氧化铁形成的这个颜色 这一个绿色的碗形沙纹是绿碳化硅沙纹 这一个黑色的是黑碳化硅沙纹 这个蓝色的呢就是SG沙纹 SG模料的主要成分也是氧化铝 它属于钢玉中的高段模料 模学性能叫其他钢玉类模料要好一些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我们会根据用户被加工工件的情况 来进行配方的调整 通常情况下 我们用单种模料和结合剂红合 做成性质统一的模具产品 在一些套数用途当中 根据用户的模学需求 我们还可以做成双层的 像这种属于同种模料 不同力度的双层沙纹 像这种双面油石 属于不同模料 不同力度的模具产品 如果你在模学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